从下个星期二起 本地建筑、海市造船和加工业的雇主 在聘用的非马来西亚籍客工入境前 必须向人力部提交以安排好合适住宿的证明 例如租赁协议或和宿舍业者签订的合同 人力部表示 这个月19号之后入境的建筑、海市造船和加工业 非马来西亚籍客工都将受到新措施影响 当局会在完成必要的检查后 批准雇主引进相关客工 接待新客工的人力部客工入职中心 也会核实所有登记的客工住宿资料 人力部表示 为帮助业者赶上因冠病疫情而延误的项目进度 当局协助雇主引进外籍客工 今年7月份时 建筑、海市造船和加工业的工作准证持有者 已经比疫情前的水平高出19% 虽然政府一直与业界合作 增加宿舍床位供应 但客工人数增加导致宿舍几乎爆满 更多客工被安置在宿舍以外的地方 因此有必要缓解市场对非客工宿舍的需求 确保客工有合适的住宿安排 人力部鼓励雇主自行兴建客工住所 如建筑工地临时宿舍、临时许可宿舍、工厂改建宿舍等 住在这类宿舍客工的资料审核时间较短将能更快获得批准 当局也呼吁雇主采取措施提高生产力以减少对客工的依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